大家好 我是沈玲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天下纵横谈 在COVID-19的疫情当中 有许多人员都会觉得心灵有点憔悴 或者是身体上感到不适 当你需要口罩的时候 你真的拿得到吗 在今天的天下纵横谈当中 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角兄的总监 也就是李伟强李牧师 过去讨论一下 其实角兄在疫情当中 能够为您还有您的家人做些什么 李牧师你好 你好你好 沈玲你好 各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李牧师 你的声音有点沙哑 是最近这段期间 疫情当中真的在帮社区 还有很多人做很多事情 对不对 真的 我最初疫情发生的时候 我以为什么都不用做了 因为最safe at home 留在家里 结果后来就发现有很多很多工作来做 而且比过往都要忙的 而且说实话 因为其实角兄在所有的社区大中 大家都知道你们其实为社区做了好多事情 可是没有想到因为疫情的关系 反而让事情变得更多了 对 我记得在居家令发出的第一天 我们真的都关了 结果后来就想 第二天我们就想 不对啊 这个时候是社区最需要我们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开始想 我们在做什么工作 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医疗中心 那医疗中心绝对就不能关了 但是医疗中心就是需要继续的开放 但一般民众他不敢去医疗中心 我们就会有一些所谓的telehealth 就是他们可以打电话 会透过视讯去看医生 对 那么后来我们发觉有很需要的事情 就是民众有很多的咨询 他不一定马上知道的 往我们以前我们出报纸 一个月一份 那么一个月一份 你拿到报纸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对 而且现在其实呢 说实话我们三月四月份都没有印刷 只是电子版 因为你印刷也没有人去拿这个报纸 所以我们就想最快的方法是怎么样 我们就开始一个 九生抗疫情的Facebook page 这个念书 那当然有很多人说我不用念书 但是我们放在念书以后也透过LINE 透过WhatsApp 透过微信放在不同的平台 那我们就用第一的时间最快的时间 把一些的最需要的咨询 比如说一开始怎么申请失业金 我想很多人可能从来没有申请过 突然间你要申请了 那后来说政府说你另外可以有六百块一个礼拜 然后这个一千两百块那个补助金怎么拿到 甚至我们也开了一些的讲座 这个纾困的讲座 因为很多的咨询很快 今天出来可能明天你就要回应的了 要不然你就太晚了 比如说那种中小型的企业的贷款 比如说什么PPP EIPL 这个我们就透过Facebook page 可以让人可以知道 那么后来也发觉有很多人需要一种心理上的平衡 所以我们在网上就办了一些的这一类的讲座 还有亲子的教育 还有特别因为我们做很多癌症的工作 癌友的工作 那么在这段时间 当然每一个人都很担心他的身体 那特别对癌友来讲 他们更担心他的身体 所以我们就讲 在网上就有些讲座 讲怎么癌友怎么可以 这个饮食应该怎么处理 然后癌友在这段时间怎么特别的去注意我们的身体 有一些的互助会 我们现在没办法一同来互助会了 那还好 我们现在有什么Zoom 这种网上的平台 就做这样的互助会 所以我们就 这个方式不一样 还是用不同的方法 希望去服务 这是很有趣的 其实疫情 从刚开始发生到现在 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因为疫情而盖 改变 脚生要变得更快 因为你要帮助的不只是人的心灵 你要帮助人 他真的可以去拿到实质上面的帮助 就像您刚刚提到 没有工作还是要钱 家里还是要张口吃饭 小朋友的教育停课了 可是不能停学 最重要的是大家知道 现在COVID-19是飞沫传染的 是人传人的 所以口罩就变得更为重要了 脚生在这个方面 有帮大家派发口罩这样的工作吗 对 我们最初开始的时候 没有想到这一点 因为根本买不到 对 这是真的 那后来呢 也是因为很多的民众 对我们有一定的信任 就把一些口罩 捐的给我们 那最初他以为我们很大需要 因为我们诊所嘛 那我说其实我们诊所 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医院 所以我们需求不是那么多 所以首先我们第一步 就会把那些口罩 特别是那种N95啊 或者是比较高等式的 高档式的口罩 就送给医院 后来我们还有进来 所以我们就送了给一些 消防局啊 警察局啊 疗养院啊 我们都是这样送过去 就好像人家给我们 我们送过去 转发出去 那后来我们还发觉呢 开始美国也说一定要戴口罩了 当然我们中国人一早就已经戴了 但是整个美国都说要戴口罩 要戴口罩 所以呢 我们才刚刚在上个礼拜 就首先我们在 Saint Gabriel跟Rosemead 我们的社区中心跟医疗中心 就发放那个口罩 每一个人就十个 而且他们用Drive-Fu的形式 就不会有那种感染的危险 然后呢 刚好过了这个礼拜天呢 我们在森地牙哥也有类似的工作 那么也很好 有一个饼店 一个85度式的饼店 他们也免费送了一些的面包过来 所以我也最初没有想到 我们是十点到十一点发放 结果呢 有一些人是早上七点钟就来 就来排队 就排队 而且那一时是最热的那一天 对 所以我们看到的时候 我们就明白原来那个社区的需求 口罩是多需求 是那么高的 对 那么我们也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学 就真的经历一个事情呢 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记载 就有一个神就叫那个穷的寡妇 去养活那个先师 在一个饥荒的里面 那么里面他就讲 他就一点的油 一点的面粉 那他说 不要紧了 我还是跟他分享了 就那么一点点 结果呢 怎么样 他说 这个瓶里的油也不缺少 谈这个谈嘛 谈你的面粉 也没有少 也不缺乏 是 我们现在经历这个 就当你不断地给 不断地给出去的时候 你给了又有 我们其实我们最近发了几万个口罩出去 以为已经都没了 结果我发口罩的那一天 发了两万个口罩那一天 有人已经打电话过来 他说 我有两千个 口罩想要再捐给你 要捐给我们 所以我觉得在这段时间 很多时候人都很多的担忧 或者觉得很 彷徨无助 或者是很多的烦躁 会 很多年前我听过一句话 我觉得真的很重要 这句话叫什么呢 最与其你皱住黑暗 所以你在黑暗里面 你就哎呀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居家令 为什么没有工作 你可以 你可以在埋怨你们生活 他说与其这样 你与其你在埋怨 不如 燃点你自己 照亮别人 当你走出去 哪怕是一个口罩 你有十个 你分一个出去 你有一点点 或者你没有资源 你打个电话给人家 去关心他 对 这个开始 白总的希望带给他们 有一些 当天有一些记者跟我讲 哎呀你们做得很好 哎呀你们做得很好 我说坦白讲 十个口罩 微不足道 True 但是为什么我们这样做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大型的活动 要要要要发 因为我送去医院 几项一送去就搞定了 几千个几千个 带来一种的微笑 我看到那些人 都很开心的拿走 就好像在整个 他们本来是愁眉苦脸的 起码有一点点的 一种微笑 燃烧希望的感觉 一种希望 你点燃那个希望 希望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就会觉得 其实这个真的没有什么 疫情总是会过去 很多人一定会来问 李牧师 你要发口罩的时候 我要怎么样知道这个information 或者是我身边有口罩 我也想要给你 出自己的一份力 那这样的时候 我都是在Facebook 知道这些information吗 当然我们在 透过不同的渠道 如果是Facebook的话 你先简单 你上去Facebook 你就打这个 九声抗疫情 为什么我们又抗疫情 这个是抗那个疫情 不单是这样 乃是在这个抗疫的当中 有一份的温情在里面的 所以九声抗疫情 如果你Facebook你怎么样 你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你就上我们的网站 现在我们有网站打出来 在网站上面 你就找到那些Facebook page 但其实呢 还有一点呢 就是有这个时候 就更需要我们彼此帮助的时候 当然 那有人说你这个钱哪里来啊 其实这个钱呢 我们现在我们都不管 就先做 但是如果你愿意参与我们的工作 你愿意支持我们的工作 你也可以上到我们的Facebook 我们的网站 CCHCLA.org的网站 你选这个奉献 这样的支持我们 其实呢 李牧师真的在社区里面做了许许多多大小的事情 而我自己呢 上了脚声的网站 也看到脚声抗疫情当中的真的分明别类 做了好多好多不同的项目 也许你现在在家真的非常担心 真的非常不开心 真的不知道应该要何去何从 我相信 其实如果您上了脚声的Facebook 或者是脚声的网站 您都可以看到那一道曙光 那一道曙光可以为您带来无限的希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